奶奶家祖传的厨具清洁妙招,学会省十套房 1.锅用久了,锅底又黑又脏很难清理,又发生火灾的危险 我们先撒上食盐,倒上小苏打,适量洗洁精,再给它敷上面膜 倒上白醋,静置30分钟,最后轻轻一擦,又是一口百年好锅了 2.祖传水壶烧黑千万别扔,水盆里加入芽膏,洗洁精,小苏打,白醋,温水搅拌均匀 将水壶放入盆中浸泡半小时,清洗干净后可以像我一样 从62年用到现在不生锈不发黑了 3.家里的宝刀生锈了不要扔,我们在刀面撒上食盐和小苏打,揉搓均匀 给它敷上面膜,倒上白醋,静置10分钟,然后用抹布一擦,干干净净,光亮如新 4.家里的菜篮用久了很脏,沾满了油污,很难清洗 我们准备一盆温水,倒入适量小苏打,洗洁精,白醋,放入菜篮静置10分钟,然后轻轻刷洗,菜篮立马焕然一新 5.倒入滚热的开水,倒入适量食盐,搓洗表层污垢,小苏打清理深层污垢,白醋杀菌消毒,再用白净的小手来回擦洗 最后倒入滚热的开水,这样50年不用换菜板了,关注我学习更多食用尿招 感谢您的评论 感谢您的评论